大家好,又到了Day1最後的一站 連續兩個夜市之後 我晚上凌晨1-2點 我就會必定去這間七十一買東西吃 這間七十一的食物 我就想分享一下 究竟我平時是七十一喜歡吃什麼 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這段Day1最後一段影片 這個也是超好吃的 好吃到不得了 這個我沒吃過 但我之前也吃過這個 這個也是超級好吃 全部都好吃 這個我之前也吃過 為什麼我會來七十一吃飯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回到酒店 我可以吃東西 晚上凌晨兩餐店 我都要堅持吃 這個也是超好吃的 每個人都來台灣 都要掃這些一支一支 然後每次我都是臨走那天才掃 他們的價錢也挺便宜 30元 通常都掃幾支回去做手信 但我自己就不太好喝 在雪櫃裡面的飲料 其實我很少會買 如果我唯一買的話 就是蘋果西打 因為我覺得蘋果西打挺好喝的 如果大家來到這裡的話 可以試一下 我真的覺得挺好喝的 我之前拍過的試吃片 是吃過這個 這個也是很好吃的 還有這個 這個也是好吃的 這個也是超好吃的 我今天會試吃這個 我覺得雷神出雪糕 我覺得真的要光顧一下子 我每次來台灣都要買這個 因為它在這裡便宜 而且它真的很多果肉 很好吃 每次來台灣都一定會吃這個 每次來台灣都會來這間七十一 就是因為它永遠的貨都很齊全 這裡的溫泉蛋 它永遠全部都有很多很多 然後這裡是夜 因為我每次都通宵來的 因為我這個我叔叔認得紅 如果他沒有 他就會幫我訂購 我覺得他真的很好 所以每次晚上來都會來這間七十一 這個也是超好吃的 它好像茶餐廳的味道 是完全一樣的 是比香港的好吃的 好多好吃 這個也是好吃 我之前吃過 我今晚就吃這個 現在是凌晨的三點多 我有買這個吃 然後它的白汁意粉 也是超好吃的 超級好吃的 我之前吃過這個 那我未吃過這個 我要吃這個 也是今晚吃 現在是凌晨三點多 這個也好像很好吃 如果我買完這個 我真的 六點鐘也是飽到上心口 然後起床又要再吃 但是買不買好呢 先放下去 我考慮一下買不買 我之前拍過試吃片 我之前就吃過這個 還有一個透明包裝 我還沒吃過這個 剛剛那個我抽出來 我就沒有買了 我就買這個 那我今晚就吃這一抽 今晚的晚餐 平時我玩到點多兩點鐘 平時沒東西吃的時候 會吃什麼 除了剛剛的飯盒 我兩三點餓的時候 我吃到很盡的 大家跟開我這麼久都知道 我是吃到最盡的 那我就會吃完關東煮 我現在吃三個飯盒 再吃關東煮 即是粗筋 我可以有這麼盡 吃到這麼盡 但是我不吃那麼多 我留下一個胃 可能一會兒經過西門町 還有一些未生的 我還看看有沒有多些食物 那我現在先買這兩個 然後記得把他的湯 還有他有一個醬汁選擇 有一個醬汁拿 記得拿著 我經常都覺得不夠味 不夠辣 因為我是一個重口味人士 關東煮醬 就是你們這些 免費任務 你們可以拿兩包 加了我覺得很好吃 我隨時吃過這個蒸蛋 但我覺得這個蒸蛋 就一般 不是太好吃 所以這次不好吃 這個也是我平時 超級推薦的 這個奶 這個奶 還有 這四個奶 我覺得超級好喝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不甜 色到剛剛好 那個味道 還好喝過夜市 大家來這裡可以試一下 這些都是我的朋友 超級推介 但我就不喝這些 我全部都喝奶 你看到我通常拍片 如果喝了東西 都可以喝這些奶 蘋果牛奶都OK 我之前喝過 我覺得這個味道不錯 最後就是我之前拍過 試食片 試食70天 介紹過 又是這個夜飲 這個夜飲也是超級無敵的 好喝的 一個 乳酸乳酪的 很水潤 但有奶奶 我覺得挺好喝的 我買了很多東西 其實它有這些熱狗腸 但我這麼久以來 我都沒吃過 我沒試過 我覺得又不是太特別 那我就沒吃過 通常來都是吃關東豬肉 吃飯盒 而且不停喝 Manson提提里 現在是晚上的3點 達2 對了 又是這件衣服 大家應該會好認得 我今天去完 師大夜市 然後 一點多鐘去了 西門丁吃了一段 剛剛回酒店 站了一段之後 我現在買了3個飯 加一袋 東西 不會再拍任何試食片 我純粹就是想介紹 我買了的東西 試食片之前也拍過 不會再特別再出 那就是這麼多 那 這裡又是一段片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段片 那我們其他的夜視片再見 三點多買這麼多 我爺自己一個 會不會真的吃得完呢 最後呢 我就買了這一頓飯盒 回酒店吃 其實吃到4點 5點 到最後我都吃不完 冷麵和那一頓零食 但總括來說 我都覺得 Day1裡面我都吃了幾多 有兩個夜市 有七十一 這一頓飯 其實我現在看起來 都覺得自己瘋 希望大家喜歡 這一天Day1的夜食分享 那我們第二天 留下夜視片再見 拜拜